二姐夫 参加新四军跟着共产党 才是我们的出路 我又保华了 客房在哪儿 我去帮二姐收拾收拾 在后院 二妹 今天我答应 帮三妹出钱买药 应该事先和你商量一下 我也是这么想的 而且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三妹会更乐意接受 那药品清单我都列出来了 明天我去办 五哥 我觉得三妹变了 有吗 变得更英气了 像戏里的木贵英 嗯 嗯 好像是比以前更干练了 五哥 我有保华 已经很知足了 你回到三妹身边吧 你这叫什么话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不会离开你和孩子的 知道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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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 二妹 宝华呢 在屋里睡觉呢 三妹 昨天晚上来过了 来过了 我留她在我这儿住的 那她现在人呢 跟我哥出去办事了 二妹 你出来一下 我有点事跟你说 别出去说了 就在这儿说吧 我回屋忙点我的事去 大嫂 你看这真是 没事 就在这儿说吧 谁家还没点秘密呢 妈 让我把粽子给她 然后说 让我们把她撵走 为什么 妈说 她是个害人精 不让你留她在家里住 我不留她在家里住 她去哪儿啊 我们把她轰到大街上去啊 妈说 说 妈说什么 你干脆点 妈说的话不好听 妈说 你要是把她留在家里住 那你就是姑息养奸 大姐 你说话留点前面好不好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妈说的 她让我一定告诉你 你要是让她进你家门 那你就是引狼入室 我本来还要去跟妈说 让妈 让妈原谅三妹呢 算了吧 妈说 让我把粽子给她 把话给你带到 其实 妈说的话还有更难听的呢 妈说 让你提防三妹勾引五哥 算了吧 算了吧 我也不去劝妈了 你回去吧 你让妈别多想 三妹啊 她就是来给新四菌买药的 买完药了她就回去 可妈还说了 镇上能买着的常用药都在这儿了 好 已经够多了 二姐夫 谢谢你 我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些了 到时候让水火送你走 好 帮了我这么大忙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别客气 我愿意帮你 姓林的 听说你爸镇上的药品全买光了 没有 我只是买了些消炎的和治疗外伤的药 药店马上就会进新的 这些药国军收购了 不行 我是在替新四菌采购药品 新四菌应药等国军收购完了以后再说 来 把药搬走 不行 我们新四菌的伤员在积等着这批药物的治疗 郭三妹 这可是国统区 你擅自闯入我没找你麻烦算便宜你了 别逼我不客气 来 把药搬走 来 把药搬走 三妹 姓林的 我们也不亏待你 该多少钱 明天拿着单子到镇公所取钱去 三妹 你不能冲动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和日军殊死作战 我可倒好 一点急救药都倒不到 别着急 我再想办法 五哥 药怎么让镇公所的人搬走了 被没收了 什么意思啊 不让帮新四菌买东西 这样 你拿上次那个单子 到上游的湘河镇去买药 完了之后藏在船上就可以了 完了到我家找我 好 对了 师娘一直想了解恩纯的情况 你不打算去看看她 等我走了以后 你去看她吧 我怕给她添麻烦 恩纯还好吗 挺好的 在部队上干得很出色 立功 受奖 现在还当上了调导员 她天生 注定就是出人头地的 是啊 她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与她的年龄不符 你们 经常见面吗 以前在抗战大学教书的时候 几乎天天见 现在组织上给我们各自派了新的任务 见得就傻了 听不透 你说说你爸 我没什么可说的 我的生活一向简单 我的生活可以画出一道均匀的曲线 没有波澜 竟得让人心慌 发行啦 发行啦 五哥 我想听你说一句真心话 二姐好吗 她 让我觉得踏实 三妹 三妹 温纯是个好人 我知道 多睡下了 忙了一天你也早点休息 三妹在屋里还没睡呢 看她好像情绪不好 你应该去安慰她一下 安慰她 安慰她 我怎么安慰她 你真的不懂女人吗 你是一个医生 女人身体神经的每个分布 你都很清楚 但是女人的内心 你并不明白 那你能告诉我 我该怎么安慰她吗 哪怕就是什么都不说 就陪她坐一会儿 谁 我 五哥 好 好 好 进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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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妹 让我来陪陪你 这时候太晚了 你不应该来我这儿 就是二妹让我来陪你的 这个时候 你应该去陪她 她 没关系 她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 别多想 你真的不懂女人吗 女人有时候嘴上说的 和心里想的不一样 总不会是反的吧 为什么不会 二姐夫 你还是回去吧 这个时候你在我屋里 我不踏实 二妹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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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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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大哥大嫂 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大嫂出门的时候说 不用等她吃饭了 二姐 你不用照顾我 照顾姐夫吧 以前不用管 现在得管了 二姐 还是把我当小孩看 我想了 最迟明天我就离开这了 不打搅你们了 五哥 五哥 照你的吩咐东西都买好了 一共四大箱都藏在船上了 好 好 那这样你回去准备一下 天黑了 送三妹走 好 都办好了 谢谢 谢谢二姐 五哥 好 准备得怎么样 按着单子上的都买好了 我还找了一个 熟悉夜路的老川沟 带我们一起走 太好了 那我去看看 好 妈 三妹走了 您真的不原谅她 她要有心了 连走也不来看看我 三妹她要来的 是我给劝住了 我怕她再忍你生气 妈没事 三妹心也 留不住的 这点钱拿上 怕路上有个急用 来 好了 上餐吧 夜长梦多 我走以后 侦公所的人 可能会找你的麻烦 只要你好 我不在乎 五哥 这一走 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再见面了 三妹 好好待二姐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三妹送走了 水虎和水冠把她送走了 她没说什么时候再回来 没有 听三妹说恩纯当上指导员了 恩纯这孩子 从小心就大 她能为抗日出一份力 这是她父亲生前的心愿 恩纯他们追求的是人人平等 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 当然他们是要赶走日本鬼子 才回来建设家园 他们俩的觉悟都被我告 你不是也在治病救人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吗 师娘 我是不是应该为抗日也出点力 你现在给三妹他们弄药材 就是出力了 来 五哥 进来吧 五哥 你别动 那个脏 都听业一个月了 也该开张了 五哥 我来吧 五哥 你先坐 好 五哥 你先坐 好 你们看病吗 好 几位看病吗 你还想看病啊 什么意思 你们是不是在香河镇买了药品 对 买了药品送哪儿去了 郭三妹带走 郭三妹带走 好啊 你个林秉坤 我一直在警告你 不要打什么歪主意 你胆子可不小 辛子军和国军一起打日本鬼子 我给他们买些药 你有什么罪过吗 那也轮不到你来管这事 你这可是私通共挡 从今天起 你的诊所就不要开了 来 查封 敢跟我对着干的 反了你 走 五哥 怎么了 诊所给封了 封了 是因为三妹吧 他们不让给辛子军买药 这三妹呀 三妹 他就是个鬼呀 谁要粘上他 谁就没个好下 好下场 吹火 接着放假吧 我说的是米店老潘的儿子 大号叫潘万年 老潘家 他不是娶过亲吗 我说的是米店老潘的儿子 让大妹去当姨太太啊 不是 那没我能说吗 潘家媳妇早死了 死了 死了半年多了 那不合适吧 那她命里客妻啊 咱家闺女命也硬啊 那不是还没过门吗 没过门更厉害 我说了多少劲儿了 一听说是大妹 人家就摇头 说她 还没过门就把男人客死了 我看呀 这个大妹 别再变成老大男了 那潘家公子 对她四七的媳妇好之呢 百依百顺的 可会疼人了 那她媳妇怎么死的 说来也不信 坐车回娘家 路上马金了 摔死了 看来这姑娘命太薄啊 郭太太 那您再考虑考虑 不行的话 我再去找 我再去找 你要是不嫌弃 我再到乡下去看看 不用 看来这家条件 好像还不错 真的不错 要不 让他们见见 那老潘和他的儿子 还想再看看大妹呢 那好吧 见见 潘老板今天不舒服 就让我道个歉 改日他提理来看您 这个我待万年先认认门 潘家就你一个儿子吗 万年 那你画呢 就我一个 独苗好 独苗金贵 将来潘家的产业 还不都是万年的 那当初媳妇 回娘家我没跟着 骂惊了 人摔死了 郭家有三个姐妹 是远近知名的三朵花 大妹长得最漂亮 知书懂礼 尤其会体贴人 她和你啊 还有相似的经历 你们俩可谓是天作之和 知道 知道 好 大妹 大妹 给客人去茶 哦 我看潘家少爷啊 也是个实在人 如果我没什么意见的话 我看这门亲 就早点定下来吧 嗓子不舒服就吃点药 大妹不是感冒了吧 可能是受了点疯吧 我让我们家伙计给送汤药来 不用我们家妹夫就是医生 不用那么麻烦了 哦 哦 那 我跟曼年就不打扰了 行不行的 我明天来回个话 好 就说我们郭家没意见 郭太太您太痛快了 不过呢 现在兵荒马乱的 娶亲的事啊 还是早定为好 那就要看潘家的意思了 郭太太真是爽快 万年 那我们先走 告辞了 单位 替我送送客人 回去吧 走了 妈 你怎么不问我 就答应人家了 我看人比你准 这潘家少爷呀 一看就是个老实人 你见一面就知道啊 傻闺女 你懂什么呀 现在时到这么乱 那仗一打起来 粮食比什么都金贵 潘家是开米店的 你嫁过去能吃亏啊 可你看看潘万年那样 我怎么跟他过呀 怎么不能过呀 是啊 潘家少爷长得是俗气了点 但也看得过去不是 你现在上哪儿去找五个那么好的小伙子 当初你妈嫁到郭家的时候啊 还嫌你妈长得难看呢 这夫妻俩呀 不出三天 都分不出郡筹来了 可是妈 可是什么呀 我耐着性子和你说半天好话了 别让我生气啊 你和潘家的亲事就这么定了 没得商量 大姐 别哭了 咱妈看上的 就是潘家那个米店 妈也是想给你找个英识的人家 你没看见潘万年长那样 我现在想起来就 妈说得对 成了亲 看上三天就分不出丑倦了 那咱俩换一换 我怎么就没那么好命呢 不行我出家当尼姑算了 你可别瞎说 你要是真出家当尼姑了 你要妈的命啊 抖什么抖啊 抖什么抖 从不良 做买的就得公平 要多少是多少 您甭管了 一会儿让伙计给您送回家去啊 还是小老板好 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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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讲过什么呀 人潘万年哪点不好啊 妈她哪儿都好 可是大姐她不喜欢呀 她喜欢她 人家喜欢她吗 你们三个闺女 你们说说 哪个让我省心了 咱自家这关门说话 富贵怎么意思 那大妹就成了未过门的客服媳妇 谁家敢要的 谁家敢要的 好容易碰上老潘家 你们还不知足 我早晚就毕业了那么一天 到时候大妹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你们谁能养活她一辈子 妈 妈 妈 您别生气了 我都听您的还不行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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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妈 妈 我 妈 你也得保存实力 减少刹网 报告 国军在马家浦的三十六市占地医院 被日军炸毁 团力让你们支援 知道了 医院也炸了 这小鬼再太不是东西了 可别小瞧了占地医院 它可是前线部队的生命线 占地医院被炸毁了 士兵的士气肯定是有影响 我这作战能力也会下降 明白 报告 新四军来电 他们已派独立营前来支援 掩护我师的车队 你失踪 失踪 大姐 你结婚我也没什么好送的 我赶着做了套衣服 算是我和五哥送你的结婚礼物吧 谢谢 妈让我来说 想让五哥代表咱们郭家 去参加我的婚礼 我 我能代表郭家吗 你大哥呢 妈说大哥是狗肉 拿不到面上 不让他去 那也不太合适 他毕竟是你大哥 妈让他送嫂子回娘家 主要是 怕他到了婚礼上喝酒 这喝多了多丢人啊 那我去 郭家不是没人了吗 我觉得 不合适 我觉得 五哥去也不合适 可是 咱们郭家 不是没有合适的男人了吗 那问你我去说什么呢 什么都不用说 就是坐在那儿 五哥 你就去了好不好 这我大哥要是去了 在婚礼上胡说八道的 让潘家人笑话 我这日子以后还怎么过呀 这潘家祖上 是从北方逃荒到咱这儿的 咱们这儿 都没有这个信 他们家人都会武功 靠着拳脚斗 咱们西门镇 没有不怕他们的 大姐 你都说学乎了 我这也是听说的 他们家上勾结警局 下船头流氓地痞 前年米家飞涨 他们家靠囤积粮食 发了一大笔横财呢 你看你们这么说 我 我更不感觉了 让你去喝喜酒 又不是让你去打架 大妹 你都知道潘家是这种状况 你为什么 好了 你们俩都别说了 这都要结婚了 大姐 你放心吧 你结婚那天 五哥他一定会娶的 我看 都合成什么样子了 妈 小翠回娘家不用我陪 大妹结婚那天 我还得到婚礼上去呢 婚礼你就不要参加了 那不行 郭家就我一个男人 我不去哪儿行啊 真不用 你去送小翠吧 婚礼啊 我让五哥代表我们郭家去了 五哥凭什么去啊 他姓林又不姓郭 你喊什么 他是不姓郭 可他是我们郭家女婿不是 再说了 那婚礼上有酒 你喝了酒还是你妈 还不是给郭家丢人现眼 那以后大妹怎么做人呢 还是不要去了 听话 妈 那婚礼那天我不喝酒行了吧 你不喝酒 故意才相信 那您就当一回鬼 让我做一回人 这大妹结婚 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去 那大妹脸往哪儿搁啊 妈 你说呢 反正我不相信你不喝酒 我发誓 好好好 那咱们说好了 婚礼上啊 你滴酒不许沾 那 那人家要是敬酒 咱不能不懂规矩啊 我 我就喝一口 你看 我看你还是不要去了 好好好 我 我发誓 我一口酒都不动 行了吧 好了 好了 又不是我娶妻 你非得给我打扮得这么漂亮 站那我看看 怎么样 你是代表我们郭家去的 不能丢人 你去你妈那儿带着宝华吗 我把宝华交给大嫂带了 是吗 这下子把一个爱热闹的人给拴住 我说 谢谢 瞧不起来啊 谢谢啊 张老板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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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 亲爱的 谢谢了 谢谢了 你说 这是投婚还是二婚呢 像是二婚吧 你那国家大妹可是投婚 我也搞不清 这投婚和二婚 有什么区别 你迟到什么 谢谢 谢谢 张老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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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家喝酒 谢谢 谢谢 听我家喝酒 老板 老板 谢谢 谢谢 张老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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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 来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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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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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坚持一下 兄弟 来 来 来 您上单架 不用 再坚持一下 兄弟 再坚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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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扶到上单架 是啦 你别别别 来 我来 我来 来 怎么回事 市长 没有医生了 他们的伤得不到治疗 痛苦啊 眼下耽误之急 赶紧找医生 报告市长 进宫做人来了 下来过来 老板 你有什么风波 你现在马上给我找个地方 把我的伤员安逗了 好 快 把陈家血糖给我腾出来 是 是 快去 长官 您还有什么方法 还有 把镇上所有的医生都给我叫了 你没有几个医生 有多少叫多少 来照顾我的伤员 是是是 他们来了马上让他去叫 你是干啥的 你不能去 好 那我去 我去 快来 是 宣伯 到 你负责过安顿好伤员 安顾好伤员就是安顾好军心 不得骂我 是 是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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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